上期我们说了日本晋圣 尚全信康 今天我们来讲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武将 明智光秀 明智光秀生于1528年 日本美农国明智城 通称石兵卫 父亲是明智光刚 在光秀年幼时期就去世 后来光秀在他的叔叔明智光安的照顾下长大成人 长大后的光秀侍奉美农国国主斋藤道三 道三由于非常偏爱自己的两个小儿子 因此就引起了长子斋藤一龙的不满 于是在1556年 斋藤一龙起兵攻杀了自己的父亲斋藤道三 而由于明智家是站在道三一边的 因此在战后 斋藤一龙迅速将明智城攻破 明智家灭亡 28岁的光秀便开始了流浪生活 希望寻得明主 重新复兴明智家 据说在数年间 光秀一家一直过着非常拮据的生活 连一日三餐都经常解决不了 有一天家中有重要的客人来访 这下把光秀都愁成了秃子 没钱拿不出像样的料理来招待贵客 可是当自己的妻子西子将把食物端上来的时候 光秀大吃一惊 都是自己平时吃不起的美味佳肴 在招待完客人之后 光秀急忙去问西子 这些昂贵的食物是哪里来的 西子不慌不忙的将自己的头巾摘了下来 光秀一看顿时热泪盈眶 西子那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已经变成了短发 很显然西子是将自己的头发剪下拿去卖掉了 这样才买回这些食物 光秀内心非常感动 据说此后的光秀 即使成为大明也没有纳妾 一直与西子抗力情深 之后光秀来到了月前招仓家厨师 可是没有得到当主招仓一警的重用 一直被冷落 直到一个人来到了月前 命运的齿轮才开始被波动 1565年 庶民的剑侯将军足立一辉 被松永九秀和三好三人众合力攻杀 一辉的弟弟足立一招逃出京都 为了给兄长报仇 并且夺回将军的位子 足立一招辗转多处求援 最终来到了月前 想要寻求招仓一警的帮助 可是招仓一警由于自身实力不足 并不想帮一招上落 于是长期遮留在月前的一招 和一直不得重用的明治光秀 便走到了一起 光秀认为 只有找一位实力不凡 又敢于进取的大明 才能帮助一招 而当时杀出的战国黑马 知田信长 正是不二人选 于是在1568年 光秀以足立一招家臣的身份 与一招一起从招仓家出走 前往伟章面进信长 在光秀的斡旋之下 信长成功被说服 决定拥立足立一招为将军 起兵上落 而信长也对光秀格外看重 非常认可他的才能 于是信长请求一招将光秀放在自己帐下 足立一招应允 于是光秀在作为足立家家臣的同时 出世于知田家 这一年光秀40岁 信长34岁 很快大魔王在美农起兵 一路势如逐魄 仅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就成功上落 让足立一招稳坐将军的位子 光秀由于上落期间有功 与封臣秀吉等一起被任命为京都奉行 信长建立起了掌控将军的知田家政权 1570年 由于足立一招逐渐不满信长对自己的掌控 开始广发席文 希望周边大名组成信长包围网 这样一来 同是二主的光秀左右为难 在同年 信长对包围网展开反击 与月前招舱一警对决于金旗城 光秀跟随信长共同与老东家作战 可是由于信长的妹夫前景长正的背叛 信长狼狈撤退 留下了光秀和猴子等为殿后 此殿后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非誓死效忠之臣不可为之 光秀与猴子都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此时的光秀已经在行动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到底是站在足立家 还是知田家一目了然 第二年 在信长征讨严厉寺的作战中 光秀坚定的贯彻了信长的命令 将不归服者赶尽杀绝 应该说这种做法是不大符合光秀平日作风的 但是为了表忠心 不干也得干 光秀的举动使得信长非常高兴 于是将近江滋贺郡五万弹的领地赐予光秀 并且光秀在此地建起了板本城 据说明智光秀应该是知田信长徽下 第一个被授予领地和城池的家臣 他作为一个半路加入的臣子 并且同是二主 虽然立了一些功劳 但是竟然比那些知田家的老臣都更早得到封赏 足以见得信长对光秀的偏爱 但是信长的赏赐并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信长之所以能携将军以横行天下 是光秀的功劳 没有光秀的引荐 信长很可能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而且通过几次的作战和行动 光秀已经很好的表明了自己的忠心 因此这个时候赏 而且要大赏是没有错的 加上光秀应该长得是以表堂堂 信长又是个颜值控 长得好看又有才能 可以说是信长非常满意的家臣 因此才如此偏爱 1572年眼看信长包围网就要完蛋 将军做了一招坐不住了 亲自起兵与信长对抗 光秀此时正式宣布脱离祖立家 保留知田家家臣的身份 祖立一招根本不是信长的对手 很快就遭到了流放 师庭幕府至此灭亡 随后的光秀对信长鞠躬尽瘁 在对一向宗的作战中立功 被赐予日向首的官位 并赐姓为任 这个姓氏比较高贵 等于说是提高你的出身 日本人比较看重这个 1575年信长命光秀攻略 丹波国 可是光秀经常被信长叫去支援别处作战 因此丹波一直耻耻不下 甚至把光秀都给累得病倒了 因为就算是要经常支援别人 丹波的攻略也不能停下 可见信长对他也是非常倚重 有事就交给他 能者多劳 光秀前后用了五年 终于将丹波拿下 1580年 光秀受封丹波国国主 以龟山城为本城 52岁的光秀从一届被灭成的浪人 翻身成为一国之主 明智家在他的手上得以复兴 而此时的光秀也因为功绩满满 又深得信长器重 而被称为信长之幼腕 成为信长麾下独树一枝的心腹重臣 1582年6月2日 光秀发动了著名的本能色之变 本来奉命出兵支援猴子的光秀 突然折返 突袭在本能色的信长 信长率领100名侍卫抵抗 最终不敌身亡 此次事变改变了整个日本历史的走向 但是如此重要的事件 却是迷雾重重 直到今天人们都无法确定 光秀发动叛变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现在听到的大多是这种说法 说是早在光秀攻略丹波国的时候 当地的豪族 波多野士的八上城 被光秀围的水泄不通 为了让波多野士投降 光秀就将自己的母亲送去做人质 以保证波多野一家的性命无忧 可是由于这波多野家是降而复盼 信长认为不可信 于是就将前来请降的波多野秀志给宰了 这样一来光秀的母亲就被牵连 在八上城被杀 光秀开始怀恨在心 后来知田家将武田家打败 信长为了庆祝 召集仲家城开酒会 因为击败了强大的武田家 天下唾手可得 信长这正美着呢 光秀不踹冒昧 说了一句这都是我们的功劳 结果信长暴怒 当众对光秀拳打脚踢 甚至让小姓森兰丸 用铁扇子删他 那意思明明都是本魔王的功劳 跟你有什么关系 后来在本能寺事发前夕 信长在安土城招待小弟得传家康 光秀负责招待事宜 结果宴会上的余不欣险 信长再度暴怒 又是一顿揍 最后在命令光秀出兵支援猴子的时候 信长下令收回了光秀所有的领地 让他移奉到出云国和石殿国 但是这两个地方是毛里家的地盘 等于说你得自己去打下来 要不你就没有领地了 综合这些怨恨 光秀忍无可忍 终于发动叛变 那这种说法大多不可信 很多都是在江湖时代才出现的记载 而且仔细想想就知道 不靠谱 比如说你送母亲做人质这件事 当时光秀已经是将八上城围的弹尽粮绝 你不投降就是个死 让你投降是给你挑活路 你还要求送人质 光秀还傻了吧唧的把自己亲娘送过去 这么脑子有问题吗 根据早期的记载呢 是说光秀将波多野一家诱杀 跟信长没关系 对于出征之前领地被没收 这就更无从谈起 本能寺之变前后 光秀的领地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 那么关于当面毒打这种事呢 不是说没有可能 信长的话还真能干出这种事 但是对于光秀这种独当一面的重臣呢 还不至于 最多当面责难一下 这是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因为怨恨这种说法呢 基本不靠谱 即使是有 也不会是主要原因 那根据我个人的感觉 以下都是我个人看法了 大家不要当真 这件事呢 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 首先呢 这人都有野心 光秀也是如此 据说在光秀出征之前 去参拜神社 当时勇唱了一首和歌 翻译过来 大体就是今日时节 细雨纷飞的五月天呢 这个石的发音 跟明志家的祖姓 土齐是一样的 后面的 是双关语 也有取得天下的意思 所以这样在意解读 就是明志家 要在五月取得天下 总之光秀的野心 是肯定有的 只要是人 就有野心 谁不想坐拥天下呢 而当时信长身边呢 几乎是没有部队 自己的直属兵团呢 也可能比较分散 其他的兵力和大将啊 都去四处征讨了 自己啊 就带了一百来人 住进了本能寺 估计也就信长敢这么干 一个马上就要取得天下的人 只带一百个护卫出门 应该说 当时负责护卫中央的人 恰恰就是光秀 就他在家 其他人啊 都在外边 也就是说呢 信长是非常信任光秀的 所以刚才说的 信长当众毒打光秀啊 应该是不会发生 这个道理太简单了 你刚揍了他一顿 你会把自己的破绽 暴露给他吗 而对于有野心的人来讲 此时窃取信长的果实 是最好的时机 光有野心还不够 有野心不一定就会直接背叛 还要再加上呢 之前家仲家臣苦信长久矣 因为信长这个人呢 喜怒无常 手段狠辣 说白了就是难伺候 今天高兴了赏你 明天一生气啊 说不定就把你放逐了 这些家臣们呢 更多的是害怕信长的狠觉 而沉浮 直到1582年 光秀已经侍奉信长14年了 虽然信长非常看重光秀 但是越是看重自己 越是如履薄冰 稍微不满足于信长对自己的期待 就要面临信长的责难和处罚 作为信长最重要的心腹之一 光秀应该体会的非常深刻 在事变发生之前 信长刚刚放逐了家中老臣 佐久坚信盛和林秀珍 这两个人呢 都是战功累累 鞠躬至伟 但是就因为当时作战不利 被信长一路到底 发生这种事不仅是光秀 估计所有直田家家臣都非常不安 然而要对当时的信长发动叛变 还得有人添油加醋才行 根据近几年的考证 学者们提出了 皇室出面游说光秀叛变的说法 因为信长推行的是天下不武 不光是要以武力统一天下 还有要驱除皇家和公家 让武家取而代之的意思 说白了就是要废了天皇 所以在信长马上就要实现天下不武之时 皇家出面游说 许以各种好处 正好光秀也有这个想法 一股劲干他娘的 因此本农寺之变就显得特别匆忙和突然 一排脑门烦了 但是我还认为 就算是有这些原因 还是差一点 当我们对一件事的原因不明的时候 我们要看事情的最终受益者是谁 我先说我的观点 猴子这个狗东西肯定是知道这件事的 这个是我个人观点 大家不必当真 明治光秀他不是个傻子 自己叛变之后 外边那些领着重兵的家臣怎么办 自己不就成了众矢之地了吗 那他为什么还是决定干了呢 起码有个人要接应他吧 起码跟这个人联合起来 可以抗衡其他家臣吧 反观猴子 在第一时间往回跑 美其名曰中国大返还 而且还什么光秀送信的信使 跑错了军营 哪有这么巧的事 天下人的中奖彩票 砸你头上了 那么庞大的部队 反应如此迅速 要不就是奇迹 要不就是事先有准备 估计那送信的呀 就是送给猴子的 上面写着红兄 大事已成 回来支援我吧 然后猴子呢 早就准备好了 为了出其不意 一路狂奔 然后再宣传 自己是为了给信长报仇 笼络人心 再看光秀这边的反应 跟个傻子一样 一开始就到处给人们写信 说我把信长干了 加入我的麾下吧 结果呢 因为当时没有找到信长的尸体 导致很多家臣呢 就认为信长还活着 都害怕魔王报复自己 就拒绝了他的请求 但是光秀呢 就这么一直干等着 也不说去抢地盘 朝廷给他封了个京都守护 屁颠屁颠的去上任 然后突然发现猴子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而且还要给信长报仇 这才发现猴子不对劲 于是在几乎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上战场 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我的看法就是呢 本身光秀和家臣们 就对自己的处境非常不安 皇家又来游说 信长又暴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破绽 再加上猴子与光秀啊 暧昧不清 于是一拍大腿 反他娘的 这件事啊 我认为猴子呀 起码是有所知晓的 但肯定不会给出明确的态度 对吧 魔灵两可之间 让光秀觉得呢 猴子起码不会对我不利 猴子这边呢 你明知光秀要是真敢干 我就以大义的名义回去收拾你 你不干 我攻打我的高丛城 一样立功 受到表扬 所以说这家伙是真坏啊 1582年6月13日 明知光秀与猴子对阵于山崎 由于猴子一路集结了不少兵马 再加上光秀毫无准备 最终不敌猴子 在撤退的时候 被狩猎武士的农民杀死 此前留下了辞事诗 顺匿吾尔门 大盗撤新云 55年梦 绝来归一云 在中国有个人呢 也跟他有差不多的下场 明末农民起义的李自成 在湖南九宫山 也是被农民伯伯给扎死了 李自成是做过大顺皇帝的 登过鸡的啊 也是没多久就完了 因为光秀在短时间内握有中央 因此人们称之为三日天下 在光秀死后 猴子取得天下的掌控权 秀吉上台之后 以胜利者的姿态 重新书写了历史 因此才造成这件改变了 日本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 一团迷雾 真正的真相 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得知 历史也向来是由胜利者书写 如果小伙伴们 对本能寺之变有自己的看法 可以留言一起讨论 好的 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 小姨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